杨秀卿即使是天赋 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最终丧命东王府 所以与其说是洪秀全将杨秀卿处死 不如说是杨秀卿不懂江湖规矩 肆意忘形 导致惹来杀身之祸 他不仅得罪了洪秀全 参与处死杨秀卿的燕王秦日刚 因为杨秀卿马夫的告密 而被杨秀卿用天赋下凡 狠狠斥责并剥夺秦日刚的职位 秦日刚因此对杨秀卿十分不满 甚至有很深的憎恨 再说北王维昌辉因为一些过节 为了避免杨秀卿对自己展开报复 只能杀掉自己的亲哥哥 来平息杨秀卿的愤怒 因此就有了后来维昌辉血洗东王府 而且在这之后还设下了狠毒的计划 将杨秀卿的精英部下也全部杀掉 所以说如果杨秀卿不那么自傲自大 不去得罪这么多人 自己的命运说不定也不会这么惨 杨秀卿虽然有真本事 但却有些是才放旷的感觉 所以他的死也只能怪他自作孽